近日中兴通讯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 由此引发了舆论的热烈争论 对此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连在4月22日 清华大学CIB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 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连认为 中国40年改革开放 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 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 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随后 吴敬连提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通讯事件 他强调 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 国内改革咱们能够更加深入 解决我们一些支部上的重大问题 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 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 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 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 但从网上的反应看似乎有一种危险 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 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 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 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 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 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吴敬连说 吴敬连称 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 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 问题并不在于给美给钱 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 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 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维纪 但是效果并不好 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最后他呼吁 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 科学客观的观察 去找到问题的根本 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 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手证出其才是正确的态度 专业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改善了 规模大了 基础后世了 密歧才有可能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整天想着出奇 而少有人去一尝试做慢慢的积累 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是创造环境 培持基础 而非亲自去做密歧的计划 密歧意志的主体只能是企业 并且是民营企业 基础环境好了 极少数具有实力 且有远大追求的民营企业 在实际成熟时 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击 1980年代 韩国三星铺入半导体 以及中国华为近年局部突破 凭的都是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 而非政府动员和公共资源的堆积 FixedOnMill YouTube Stud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